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来冲一个归下 然后今天我是想一个视频带大家了解一下 归下的前世今生 其实在之前我就跟大家聊过几次归下 那就比如现在归下风头 为什么超越了蓝山 妥妥的成为了目前的咖啡豆流量的顶流 包括瑞幸也在卖归下 对吧 所以说我就想今天跟大家聊聊归下 再加上我们最近刚好也上了几个不同品类的归下 今天跟大家聊得更加的透彻一些 就是说到归下或者说到咖啡 我们一定是绕不开的一个地方 就是埃塞俄比亚 埃塞俄比亚它既是咖啡豆的发源地 也是归下最早被发现的地方 那么归下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成为今天人人追捧的这么一个品种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就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 归下当时在埃塞俄比亚被发现 是在西南部的一个叫班旗马级的地方 随后呢又慢慢的传入到了中美洲 又传入到巴拿马 哥伦比亚 墨西哥等等等等 非常多的地方 就是中间长达半个多世纪 直到2004年的BOP 也就是Best of Panama这个比赛的时候 巴拿马翡翠庄园用归下的这个品种拿到了BOP的冠军 直到今天呢其实归下它火热的程度还依然是在逐年的上升中 所以说归下它的火呢它并不是一开始就很火 而是从发现到成名中间用了七八十年的时间 我想这也是跟整个咖啡的产业有关 人们在喝素容咖啡的那个年代 归下它这样的果酸花香以及风味 它其实是不讨喜的 接着呢又到了深烘焙的第二波 那归下呢其实它也不能完全的展现出来它的一个调性 再加上归下它的早期树很高 果子很难采 豆子产脸也少 所以说呢就一直导致它没有被发掘出来 直到第三波的精品咖啡到来呢 从业人员才开始关注到它 市场呢也慢慢的开始接受并且认可了这么一个新的专案 然后我冲了一个归下 我们边喝边跟大家再聊一聊 那首先我先聊一下埃塞俄比亚的归下 就是那归下起源的地方 那提到埃塞俄比亚的归下呢 我们就必须要说一下归下村 那归下村呢是目前埃塞俄比亚 一个拥有着自己非常系统的等级划分的这么一个咖啡庄园 它不是一个村子 它是一个咖啡庄园 那从高到低 依次是竞标 也就是开卖的那种 很贵很贵的 然后再往下呢是金标 红标 绿标 然后呢它还有混合采收 就是不同区域的归下 混到一起的 那它根据不同的杯测的分数 评分来评选不同的等级 所以说呢由此能看出来 嗯归下村它的归下的等级划分系统 其实是借鉴了巴拿马庄园的形式 那它采用的是大分制进行拼击 那么归下村所在的地方是叫班奇马吉 它是位于埃塞俄比亚西南部 那就是我们刚上新的这款归下soe呢 它就是来自班奇马吉的这么一个产区 那这是归下最早被发现的一个地方 那这里的日照啊气候啊以及原始森林的环境土壤啊都让班奇马吉的归下喝起来就是一个字 甜 那它风味呢喝起来就像是草莓啊或者是小甜菊的这种口感 那我们也给这只归下起了一个名字叫班奇花鱼 那另外呢由于目前埃塞的归下它相比别的几个产区来说价格是非常友好的 所以说它不会涨到就是一公斤几万块钱的那种添加价格呢相对来说非常实惠 埃塞的说完呢我们来再说一说中美洲的咖啡豆生产大国哥伦比亚 因为哥伦比亚引进归下它的时间相对比较晚 大约是在20世纪末也就是接近2000年 那当时呢只是为了实验一下归下这个品种 所以说呢哥伦比亚就在Chino的这个小村子就小事牛刀了一下 他没有想到归下在哥伦比亚的这样的短短的几十年里边啊 它就爆发式的增长 那有一些比较有名的这些庄园也都开始重点培育归下 都有很不错的归下 那我们刚上新的哥伦比亚全家服套装里边 那其中呢就有一个是未来庄园的归下 那这个归下呢它喝起来就是一个字 不这个跟班旗花语还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它是非常典型的橘子糖的口感 然后呢还有一点这种小白花的感觉 真的非常非常的柔顺很顺滑 哥伦比亚的归下呢 它之所以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边被大家认可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咖啡产业在哥伦比亚 它非常的成熟 种植加工处理的技术能够快速的得到应用 那么哥伦比亚现在呢也是成为就是归下很重要的一个产区之一了 那最后我们再说回到巴拿马 就是说到巴拿马不是能讲的太多太多了 那回到刚开始我们提到的就是最佳巴拿马BOP的这个比赛 那归下的这个品种呢被人熟知是通过这么一个比赛 那这些年呢我们听到的天价的竞拍的归下 那基本上呢都是出自巴拿马 归下在巴拿马呢基本上每公斤都是要1000人民币起步 注意啊是起步 那如果要是到竞拍的级别 那就像是之前炒得沸沸扬扬的卡门归下一公斤要到1万美金了 也就是接近10万人民币了 那另外呢还有像爱丽达庄园 翡翠庄园 戴布拉庄园 什么罗子庄园 圣特雷沙庄园 就是这么多的庄园 就是还有我没有提到的一些庄园 那这些庄园的出产的归下 基本上都是一抢而空的状态 它只要上架就会一抢而空 为什么呢 因为巴拿马本来就很小 它的种植面积就很小 再加上小批量的处理 归下到这个地方啊 就是不是天价也接近天价了 就比如我们最近就抢到了这么一小撮的戴布拉庄园主 萨巴奇的归下 它那是二氧化碳近似的日晒处理法 就真的是拼手术 这个豆子你刚上架没多久 你想多定一公斤都没有了 知道吧 结果呢我们就抢到了10公斤 想喝到这种高知名度庄园的归下是很不容易的 那这个呢它喝起来啊就跟艾塞啊和哥伦比亚啊是完全不一样的风格 那它就是两个字享受 入口呢就是蜂蜜凤梨的这种水果般的这种触感 就喝完之后的鱼韵啊还能再回甘那么一小会儿 你看像2016年WBC的冠军吴泽琳 他就是用这个庄园的归下拿到的冠军 所以说呢在接下来每一年里边都有很多比赛的选手 那都会用这个庄园的豆子拿到冠军 所以说呢就归下呢它在巴拿马它是属于一个四面开花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我们的这个归下全家福的套装啊 当时在想必须要抢到这么一只巴拿马的归下来撑撑场面 也算是让大家来喝一喝这种顶级出品的归下到底是怎么样的 所以说呢归下之所以发展到像今天的市场 觉得真的就跟行业的发展还有市场的需求 它是息息相关的那希望呢今天关于归下的这个话题 分享啊能够让大家了解到 哎就是不同的归下的产区它的区别 那大家想要尝试呢也可以去我们店铺里边看一看 对比喝一喝看 那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 拜拜